宋矮玲一心维护家族神话 因三子女婚姻丑闻备受争议 仅一人有后代 宋家在民国时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 三姐妹成功的政治联姻 直接将宋家推到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权力巅峰 宋矮玲尝到了甜头 自然想在自己的四个孩子身上 将这种神话延续下去 但她的四个孩子里 有三个偏偏不走寻常路 婚姻方面更是一言难尽 长女孔令仪 人称孔大小姐 从小养尊处优的她 每天早餐要喝燕窝汤 午餐至少六菜两汤 每天固定喝下午茶 糕点要现实空运 衣着一天一换不重样 香水 脂粉 唇膏等 一律从法国进口 洗澡粉从英国进口 因此她也被称为 民国最后的大家闺秀 在生活中 孔令仪也极力追求精致化与仪式感 到了适婚年纪 小姨宋美龄 就开始在蒋介石手下 为孔令仪全方位物色合适的人选 时任国民党 34集团军总司令的胡宗南 进入了宋美龄的视线 此人与孔令仪年纪相仿 最主要是年轻有为 是国民党中少有的帅才 素有天子门生之称 同时 她也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 有如此光鲜的履历 宋爱玲夫妇 自然乐意之志 但孔令仪是一个细腻的文艺青年 她向往浪漫 有诗意的生活 胡宗南纵使是天之骄子 但一介武夫 难入孔大小姐法眼 还有一个原因 孔令仪明白 这是一场政治婚姻 根本无关幸福 所以 她拒绝了小姨宋美龄的好意 后来有人提议 将魏力皇介绍给孔令仪 因为当时魏力皇的妻子 刚刚因病去世 虽然魏力皇年纪稍长一些 但是作为优秀的陆军上将 魏力皇的条件 也还算蛮抢手的 孔祥熙和宋爱玲也动心了 毕竟魏力皇时任陆军上将 在国民党将领中 魏力皇的军事才能 是属于拔尖的 前途不可限量 又是政治婚姻 这对于出生级巅峰的孔令仪 完全不屑一顾 他找了个理由 魏力皇的年龄 比他大十几二十岁 要是他们俩结婚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自己是小妾 宋爱玲夫妇 只好重新物色人选 孔祥熙很快又被一个 年轻帅气的飞行员吸引 此人名叫孙同港 因独自驾驶飞机 从柏林出发 飞越万水千山 最终在南京成功降落 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风云人物 他不仅驾驶本领过瘾 对飞机制造还颇有研究 他的哥哥名叫孙同轩 是冯玉祥手下的师长 背景也算可以 当时孔祥熙 刚从德国访问归来 对于航空部长一职 跃跃欲试 他看中了孙同港 在飞行方面的专业技能 所以对孙同港极为赏识 而孙同港野心很大 他看上了孔宋两家被靠蒋介石的权势 试图攀上这根高枝 为自己的将来铺路 孔祥熙和孙同港 在这件事情上 可谓是心照不宣 孔令仪怎么会愿意当别人向上攀爬的工具呢 这一次 他依旧是言辞拒绝 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孔令仪眼看就快三十岁了 这时 他认为的真挚情感自己找上门了 在一次舞会中 孔令仪与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不期而遇 共舞异曲之后 孔令仪欣然接受了对方的咖啡之约 不久 两人便坠入了爱河 小伙名叫陈继恩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还留过洋 他父亲是无常理的乐器演奏员 他毕业回国后 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 就这点加是背景 怎么能入得了孔宋两家的法眼 所以宋矮凌和孔祥熙沟通过后 一致决定阻止孔令仪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一向温和乖巧的大女儿 这一次却一反常态 他为了陈继恩和父母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孔祥熙和宋矮凌意识到 硬刚不能解决问题 于是 孔祥熙使用缓兵计 先同意他们交往 然后将陈继恩提拔为 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的副局长 之后又借故 将陈继恩派到中央银行 驻美国的办事处去工作 借此将两人分开 没想到这样一来 反倒弄巧成拙 孔令仪悄悄飞往美国 不久便通知父母 要和陈继恩在美国结婚 事已至此 美国万里遥遥 想阻止 也鞭长莫及 孔祥熙和宋矮凌 只好成全了女儿的婚事 为了女儿风光出嫁 宋矮凌利用特权 让人日夜赶工 制作了满满八个大张木箱的架桩 计划动用专机 将这八箱架桩送往美国 国内的报纸媒体也不闲着 沸沸扬扬的报道 纷至他来 江财政部长孔祥熙 好聚资嫁女儿的事情 宣扬的人尽皆知 当时是1943年 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 前线战士吃紧 后方物价飞涨 百姓民不聊生 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 报道一出 民怨四起 运送嫁状的飞机 还没有离开中国境内 就被袭击损毁 那精心准备的八个张木箱子 在大火中焚毁殆尽 宋矮凌只好命人 再次加班加点 又赶制出了六个张木箱子 再次派飞机去美国 给女儿送嫁状 婚后 陈继恩的身份水涨船高 八戒讨好陈继恩的人 像苍蝇一样络绎不绝 时间久了 陈继恩的心态开始飘了 她学会了花天酒地 在孔令仪怀孕期间 陈继恩依旧出去消遣快活 孔令仪受不了 与之争吵 却因情绪波动导致流产 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段婚姻自然是没有维系的必要了 孔令仪追求的纯彻感情 在现实面前显得尤为虚幻 只是她现在才知道 至于陈继恩嘛 离婚以后 就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 第二段婚姻 直到孔令仪 47岁才遇到 对方是个有妇之夫 名叫黄雄胜 毕业于清华大学 后来弃笔从容 考上空军军官学校 是第一批赴英国学习 驾驶喷气式战斗机的教官之一 再后来做了蒋介石的随身保镖 还兼职给蒋介石翻译 并朗读英文报纸 也算是能文能武了 有一次 孔令仪去台湾 探望宋美玲和蒋介石夫妇 黄雄胜被安排成了 孔令仪的临时保镖 兼陪玩导游 在台湾朝夕相处之中 他们被对方吸引了 虽然当时黄雄胜已有妻儿 但孔令仪钱多好办事 她阔绰地拿出一笔巨款 作为赔偿金 交给黄雄胜的妻子 让她退出了这桩婚姻 婚后 两人一直生活在美国 虽然没有孩子 但孔令仪一生都过得超凡脱俗 长子名叫孔令侃 提起这个不孝子 宋爱玲夫妇便时常气不打一处来 这个孽子啊 要返天了 孔令侃自幼 在前呼后拥的环境中长大 时常觉得自己不可一世 在孔令侃读大学时 上下学就有两辆汽车接送 还有一众持枪保镖 贴身护航 那阵仗 宛如皇帝出巡 正是如此大张旗鼓的派头 使得这位孔家大少身边 涌现出不少 投怀送抱的妙龄美女 这些缺乏岁月积淀的女孩 多少缺点 知性优雅的气质 孔令侃见多了 也就觉得不过是些寻常物 在待人接物上 孔令侃一贯秉持着 横行霸道的作风 对于和他父亲 是同辈人的交通银行行长 他从来都是 训孙子一样的口吻 能让孔令侃看得上眼的 全天下也只有他一副蒋介石了 在一干亲戚中 最令孔令侃看不顺眼的 要数他的大舅舅 宋子文了 孔令侃小时候 还能叫他一声舅舅 长大了 就直接称呼舅舅为TV 这是宋子文的英文名缩写 还好当时没有电视台 不然就出笑料了 宋子文的夫人张乐仪 是民国出了名的 大家闺秀 不论学识还是样貌 都堪称一绝 孔令侃自然不能 打自己舅妈的主意 但是 这一点都不妨碍他 觊觎自己舅妈的亲妹妹 此事被孔祥熙知道后 当即大发雷霆 怒斥孔令侃荒唐可笑 但孔令侃不以为意 他说讨了宋子文的小姨子做老婆 那他和TV就是联金了 就可以平起平坐了 宋矮玲夫妇 还有宋子文夫妇 当然不能让他 由着性子胡来 孔令侃的这段连金梦 也就此暂停了 但没有结束 袁婉清首富 圣轩怀的儿子 此时已被轮流转的风水 卷到了孔家手下当差 为了讨好上级 圣生一遍让自己的妾室出马 经常去宋矮玲那里打牌 以增进两家的关系 这个妾室虽已年近四十 但依旧貌美如花 夫如宁芝 人送外号 白兰花 确实 此妇人成熟而不失风韵 优雅而富有情趣 完全不同于上流社会中的那些雍之俗粉 孔令侃心动了 白兰花之前 是风月场打转多年的老江湖 孔令侃这点花花肠子 他一眼就看穿了 白兰花是宋矮玲的朋友 在辈分上算是孔令侃的长辈 何况白兰花的年龄 也比宋矮玲小不了几岁 这段感情无论从伦理道德上 还是家族影响上来说 都是无法被接受的 这也是为什么宋矮玲夫妇 被气得直跳脚的原因了 宋矮玲夫妇二人故技重施 只不过这次被支走的 是自己家的宝贝儿子 他们决定将孔令侃 送到美国哈佛大学 去攻读硕士学位 还是一样的弄巧成拙 孔令侃在转机前往美国的途中 与白兰花在马尼拉结了婚 所幸 孔令侃在婚后 没有因为私生活在声势端 一心搞事业去了 由于结婚时 白兰花已经过了最佳生育期 他们一生都没有孩子 一个两个不省心也就算了 他们的二女儿也不是省油的灯 此女原名孔令俊 但长大后 她觉得俊字太过女性化 就给自己改成了 更具男子汉味道的伪字 因为这个孔令伪不爱红装爱武装 她立志要做一个惊天伪地的伪丈夫 孔令伪平时出门的行头 是西装革履配长靴 雪加狼狗加手枪 黑社会大哥看了都甘拜下风 这种酷炫拉风的独特气质 没有两位疏于管教的父母 是绝对养不出来的 小姨宋美玲对孔令伪这点颇为欣赏 她称赞小外甥女说 令伪女生男相 像我 有小姨的宠爱 孔令伪就像是拿了上方宝剑一样 威风凛凛 还记得早年给孔令伪介绍的 年轻飞行员孙同岗吗 当年有个不开眼的参事 名叫李玉万 他在中间极力撮合 招致孔令伪心生厌恶 随即 孔令伪以李玉万的名义 写了份结婚请柬 散发给各个财经官员 以及金融家和企业家 邀请他们参加李玉万的女儿 和孙同岗的婚礼 但此时李玉万的女儿还未成年 到了大喜之日 李家门庭若氏 亲朋好友们纷纷来给李玉万道喜 搞得李玉万一头雾水 看到结婚请柬之后 李玉万被吓了一跳 她硬着头皮给宾客们陪李道歉 好不容易才将道喜的人打发回去 最后 宋爱玲夫妇只好登门道歉 才算平息了这场闹剧 这时的孔令伪才只有十几岁 长大以后的孔令伪 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能动手的事情 她尽量不动口 一次在公园里 她和云南王的公子发生摩擦 二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二世祖 哪有屈服的先例 这次也不例外 一言不合就拔枪 所幸这两位天之骄子都毫发无损 只是让路过的平民百姓遭了殃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了 她在南京期间 因不遵守交通规则 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被交警拦截 她就直接开枪打死交警 还有在重庆 因日击轰炸 采取夜间灯火管制时期 孔令伪在夜里 开着明晃晃的车灯 招摇过市 被宪兵发现准备拦截 她竟直接将执勤宪兵撞飞 这些事情都司空见惯了 到了婚配的年纪 家里还是当孔令伪女孩子看 准备给她介绍优质男青年 但能入孔宋两家人演的 转了一圈还是胡宗男 胡宗男常年在军营里 哪里知道官员内卷的这些事情 她就找到好朋友戴笠 去打听孔二小姐的为人 戴笠实话实说 胡宗男半信半疑 直到自己亲自化妆 到孔家门口侦查 一朝得见孔二小姐如山真面目 方知当务之急 乃尽快想出退敌之计 已脱身 到了正式相亲 胡宗男就假意邀请孔令伪 去自己军营参观 期间还邀请孔令伪去爬山 待爬到半山腰之计 再派士兵出马 将胡宗男借故叫走 将孔令伪一个人丢在荒山野岭 孔令伪回到军营 也接连好几天 看不到胡宗男人影 原来他又借故去了指挥前线 就这样 孔令伪被丢在满是苍蝇蚊子的军营 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 完全没有特殊优待 孔令伪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他气鼓鼓地跑回家 并放话出来 就算胡宗男当了皇帝 他孔令伪也不稀罕他 一次相亲失败 彻底激发了孔令伪骨子里的男子汉气概 他从此就像是男人一样 开始和众多军官姨太太混在一起 还要娶三妻四妾 唯一能让宋矮夫妇感到欣慰的 也就只有小儿子孔令杰了 因为四个孩子中 也就孔令杰还算正常 他没有做出什么离经叹道的事情 孔令杰中规中矩地 毕业于英国的军官学校 毕业后 孔令杰担任了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官 1950年 孔令杰听从父亲孔详细的建议 支持尼克松竞选总统 还为其竞选活动大力捐款 因此 孔令杰和尼克松关系亲密 在1960年之后 孔令杰弃官从商 他盯上了德克萨斯州 丰富的石油资源 在西方人还没有察觉到 石油的价值之前 先下手为强 在德克萨斯州 购买了大量的廉价土地 这种独到的投资眼光 使他一跃飞升成为 当地最英识的石油大亨 孔令杰在休斯顿建立了一家 西方石油开发公司 20世纪八十年代 孔令杰又耗资 1800万美元 兴建了公司的开发总部大楼 这桩大楼宏伟而精致 人称地下宫殿 而孔令杰的妻子 是好莱坞著名影星 戴布拉佩吉特 两人后来虽然离婚了 但育有一子 名叫孔德基 也就是宋矮玲唯一的孙子 这就是宋矮玲 四个子女的婚姻状况 虽没有延续 宋是三姐妹的神话 但都各自精彩